Hello,大家好,我是艾迪 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使用了很久的一个制作黑白照片的插件 它就是Sewer Effects来自于NIC Collection 那么它最新的版本是刚刚更新的第七的版本 这个软件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操作非常的方便 只要套用一个预设就可以直接出一个非常棒的效果 并且它的效果非常的显著 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软件启动运行 也可以在Lighton或者是Photoshop里面作为插件启用 打开照片之后界面就是这样子了 在左侧可以选择很多已经设置好的预设 并且可以预览这个效果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可以看到中性或者是曝光过度 从这里边选一个就好 那我自己会有一些我比较钟爱的效果 我已经把它给收藏起来了 一个是这个高细节强度005号 还有就是019号美术处理 以及023号实验室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我现在选择的就是这个005号高细节强度 你看到以前我这张照片其实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毛病 也挺好的 但是你看加上它这个效果之后 真的是一对比 就感觉我之前这个照片比较的软 而右边的这个修改后的效果呢 确实是它这个细节的对比度要更明显 这些建筑呢 立体感要更强一点了 这美术处理呢 我也比较的喜欢 它其实是保留了这种胶片的这种感觉 没有那么的高强度 但是哎 还是比我自己调的这个效果呢 对比度要更大一点 所以它的细节效果也要更好一点 那么实验室这个效果呢 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高对比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都有的都已经特别的黑了 然后天空的云呢 它也是这种对比度非常强烈的 那有的时候有一些题材 我认为这种超高对比度的效果呢 我非常的喜欢 有的时候调出来的这个效果 可能不会百分百让我们自己满意 那我们可以通过右边的这些详细的参数 对它们进行一个微调 这样呢 就可以让我们调出来的效果 更符合每一张照片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这张照片 我认为黑色的部分 有点太黑了 特别是下边这些建筑 那么找到这个下边结构调整当中的阴影 它这个太黑了 我先把它给调回来一点 那我就把这个阴影呢 再稍微的拉高一点 让它没那么黑 现在就是100了 对比度呢 稍微可以调的低一点 黑色部分让它再亮一点 这样就比刚才的效果可能看上去没那么夸张了 但是又同时保留了这种高对比的效果 那么实际上除了我比较钟爱的这三个预设之外 在NIC7当中有超级多的预设可以直接的套用各种效果 可以说满足了不同的需求 在不同的照片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应用不同的预设才能符合我们这张照片的一些特有的一些特点 当然每个人对这些效果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嘛 包括你看有这些模仿师版的这种效果也是挺有意思的哈 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啊 就是它这个NIC7这个版本当中 有一个局部调整 在这下边呢 有四个选项 点线面都可以操作 但我最喜欢用的呢是这个添加亮度蒙版 点击之后选择在这个照片当中我们想要去调整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建筑我觉得太黑了 那我就选择这个建筑点击 然后呢在右侧就可以调节了 比如说我想降低或者是增加这块的对比度 然后增加一些曝光 让它变得更亮一点 然后黑色少一点 在亮度蒙版选项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亮度范围指在0和1这个区域当中 0和1是哪个区域呢 通过上面的直方图呢 就可以看到当把鼠标放在0和1的时候 这是1这个是0 这两个区域呢就是刚才我添加那个亮度蒙版所影响的区域 非常的直观方便 不需要我们去学习什么通道啊 那些特别难操作的东西 对新手非常的不友好 所以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把一张照片从看上去好像没毛病 但是您看修完之后 比我之前这个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它会变得更有立体感 有更强烈的对比度 照片当中的细节呢也会变得更细腻 这样会让整张照片的立体感变得更强 更有视觉的冲击力 那么除了对颗粒度对比度的一些调整 在NIC7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也是非常全面的 都可以通过软件当中直接进行调整 像添加一些颗粒啊 或者是单独调整某些颜色的感光度 这些功能它都具备 但这些我其实都比较的少用 因为这些功能在Lightroom或者Photoshop当中 都比较容易实现嘛 当然像亮度蒙版或者是直接套预设 这么简单方便的功能啊 还是在NIC7里边去调整呢 要更为的方便 那么全都修完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导出了 如果是通过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 打开了这张照片呢 保存之后它还会回到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 可以继续去对它做一些调整 在使用NIC7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个注意的点 那就是打开菜单 选择它的偏好设置 在这里边默认JPEG质量是80% 我建议大家在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先进入偏好设置 在一般这个彩单当中呢 选择JPEG质量100% 那同样在这个界面当中也可以设置语言 把它切换成捡起中文版 这样操作起来就更方便了 虽然我自己其实也会调这个黑白的照片啊 在Lightroom或者Photoshop里边都可以很容易的调出不错的黑白效果 但是经常我用了这个NIC的插件之后 发现自己这个好像还是稍微的欠点 它调出来那个黑白的颗粒感特别的好 对比度呢又恰到好处 这个后期吧就挺有意思的一点的 就是如果咱不对比 不会觉得之前这个照片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如果只是看我自己调的照片 我觉得还行 但是如果您对比一下它调出来那个效果 就会发现自己这好像还欠点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己调的时候吧 好像总是有点小心翼翼的 不太敢调 调的这个对比度差不多了 就觉得哎挺好的了吧 这这这已经是很很黑了吧 哎您一看它调出来这个 黑的这个地方呢还能再黑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咱们会不会做黑白的后期 或者说自己做的好不好吧 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的资料 我们可以用它快捷的去操作 也可以用它去审视自己调整的地方 还有哪一块是欠缺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NIC collection之所以它叫一个collection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效果的调整 比如说彩色的呀或者是降噪的这些插件啊 其实它都是具备的 所以咱们花钱买的呀是整个一套的效果 有彩色有黑白 还有其他的复古啊 胶片的效果 以及去涂噪点的这样的一些 所以这个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的 这个插件我用了得有十来年了 从它的好像大概三那个版本呢 我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很早很早 只能它还是一个免费的软件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使用NIC collection了 后来它被这个Google还收购过一段时间 现在归约这个DXO了 总之这个软件 是我在调整黑白照片的时候的一个手选 推荐给大家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 《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